花蓮县有机政策工作坊9号下午举行 工作坊邀请了三位专家进行演讲 包含有机农业发展的历程、展望还有计划等内容 期望通过经验分享、交流、讨论 帮助花蓮有机农业的推动 花蓮素有农业大线的美誉 有机农做面积占全国近四分之一 加上近年健康意识抬头 花蓮拥有的天然资源是农业发展的优势 9日下午举行2022花蓮县有机政策工作坊 邀请三位讲师分享如何擦亮花蓮有机招牌 且农业处长罗文龙也与会参加 期盼进一步帮助收集在地农民的声音 今天启动的是一个工作坊 我们更希望在未来 第一个花蓮第一个有机农业专区 第一个我们的企业有机的生产区的盘点 再到我们未来要做的 是有机央毛厂的建制 另外冷链 还有不断的往国际来接轮 以及我们现在要留住未来的农业能口红利 能够保障到国家的食品安全存量 以及最优质的农产 这是我们的使命 也是我们政策的方向 我们今年再次举办有机国际论坛 也希望借由目前在推动有机农业相关的作为上 包括今天我们进行工作坊 作为一次的探讨来作为检视 另外一部分在1月11号 也是真正的有机国际论坛的部分 邀请国外跟国内相关的领袖专家 在进行新的议题跟趋势政策 以及方法上的探讨 作为花蓮未来推动有机农业 以及以有机领航作为全国典范的一个作为 工作坊邀请三位讲者 分别是前农委会副主委陈文德 分享花蓮有机蓝图 有机农业领航发展计划 花蓮有机农业促进专案办公室执行长乌佳琪 分享花蓮有机农业促进之推动 花蓮农改厂副厂长杨大吉 分享有机农业研究发展历程与展望 透过专家经验分享引领 与学员探讨交流 其分帮助有机农友更加了解花蓮有机农业政策 也让花蓮县府在未来制定有机农业政策 或在更明确的方向 记得讲帮演 花蓮师报导